前列腺癌是一个非常轻骨性的一个肿瘤 前列腺癌在发现在确诊的时候 可能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患者 可能都存在一个骨头的破坏 尤其是当PSA高于25以上的患者 对于前列腺癌最常发生转移的部位是腰椎以及脊柱 但是它的转移往往是一个成骨性的转移 成骨性的转移对骨头的密度强度影响并不是非常的大 所以患者出现病理性骨折 出现脊柱的压缩骨折 造成结胎这样的恶性的并发症的发生的几率相对来说比较低 它的治疗主要还是以激素治疗为主 对于一些激素非依赖型的患者可能需要进行一些放疗 或者说局部的一些外科的干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